大围站新盘晋级市场购买力。二手业主不得不降价级客。市场新近六得西盈盘半新盘,得删低层单位的手中二手成交。 原业主劈价170万元。最终以780万元售出。减幅高达18%。相比2015年的买入价账面微洩约14.1万元。 尼加角地产何泳斯透露,市场新近六得西盈盘,得删低层单位的成交个案。 单位实用面积约325方尺,唯一仿年平台间隔。 在开阳景观,原业主于2019年5月以950万元放盘。 直至近日以780万元交吉沽出。 劈价170万元或约18%。 折合赤价约24000元。 据悉,原业主于2015年12月,以794.1万元扣入上述单位。 持货约5年。 现转手账面涉量约14.1万元或约2%。 何泳斯补充,上述为明德山本月首中二手成交个案。 屋苑现时有约20个单位放售。 入场价由800万元起。 中原地产许永生表示,星月居本月站六五中交头。 平均尺价19946元。 最新录得星月居一座中层F室交头。 单位实用面积609方尺。 彩三房间隔,最初开价1200万元。 买卖双方以价后,降价100万元。 以1100万元逆手。 折合赤价18062元。 据悉,原业主于2010年9月以490万元入市上指。 辞货10年。 现成功沽货帐面获利610万元离场。 单位期内升值于1.2倍。 辞货帐面获利610万元。